为了推动鼓励环保教育有功单位 台东县政府15号举办了第七届台东县环境教育成果颁奖级展示发表会 有15个单位11所学校及50位受奖者到场接受表扬 台东县政府的秘书长陈明仁也代表县长姚庆林出席 勤勉提供单位能够担任领头羊带动全民来响应环境教育 第七届台东县教育成果颁奖典礼 县府秘书长陈明仁环保局长谢清全与受奖者何以留念 会唤起民众对环境教育及环保文化的重视与认同 台东县府连续7年办理台东县环境教育奖征选 在历经书面资料审查、简报及实地勘察后 15号上午举行颁奖继成果展示发表会 共选出15个单位、11所学校及50位受奖者 县府秘书长陈明仁也特别代表县长出席 鼓励全民响应环境教育 各位作为我们台东环境保护跟环境教育的领头羊 你们的带动 这个带动如果能够带动到我们 让我们全民来参与 我想我们经过全民的参与 然后从小到大都能够为台东的环境进入你的心力 今年度征选获得各单位学校踊跃参与 创意广告影片超过200件作品头件 展现学生的创意与构思 学校也透过进阶、进滩等活动 带领学生身体力行、环境教育 配我们的课程带学生去做进滩的活动 108我们总共去了4次垃圾大概20公斤 那我们也会把这些垃圾带回来 然后教学生怎么做资源回收 落实环保爱地球 台东县从学校到社区 从年轻到年长 共同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打造美好家园 记得下家会台东市报道